一代經典女俠代表影視生涯跨越60載的藝人鄭佩佩 今個月17日在美國因病逝世,享年78歲 鄭佩佩在2019年被診斷患有神經退化性非典型柏金信症後群 非正式名稱為皮質基底接變性,是一種罕見疾病 症狀與柏金信症相似,但目前沒有治療方法減緩病情發展 兩年前她女女原子惠曾經透露母親行動不變 已經搬去與其他子女同住 鄭佩佩晚年家庭生活幸福,子女不時都在社交網鋪生活合照 鄭佩佩生前希望後事一切重簡,不用大攪桑黎 鄭佩佩生前已經填妥遺體捐贈卡 會捐出大腦用於醫學研究用,惟愛人間 獲不少網民大讚偉大有愛,鄭佩佩細細消息傳出之後 原子惠下午在社交網發文懷念母親 多年來鄭佩佩拍攝超過100部影視作品 她的經驗、專業精神令不少合作過的藝人欣賠 鄭佩佩在電影《惡苦藏狼》裡面飾演反派碑眼狐狸 憑角色奪得金像獎最佳女配角 戲中拍檔楊子瓶、張子儀也發文悼念 張子儀更加表示,世間再無碑眼狐狸 永遠懷念鄭老師 而多位曾經與她合作的華人明星 包括李冰冰、劉亦菲、胡歌、黃曉明等等 亦都分別在社交網發文悼念 演出版本 的婚、牧 mosque 地區別人 哪個人和國內 超人、小店、郵寶祝 一跳、林鼻、�尼、星巴、子儀、陰、晉尼、近平